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三明治自己来的创办人 张雨洁 阿三 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阿三你好 嗨 阿三想要请问一下三明治自己来 是一个品牌 然后 现在我们所 锁定的这个产品是Vagel 然后 可是从三明治到Vagel 它有一个过程 要不要稍微讲一下 你的这个所谓的为自己工作的经验 很简单嘛就是 你手上现有什么样的资源 然后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之前现有资源就是我可以做 那 我有想法 我有创意 那 就把它付诸在这个产品上面 对啊 所以其实 嗯 你说三明治的思维可能也有点有吧 就是我觉得 以现在来讲Vagel太无聊了 回到舞蹈本身我觉得Vagel太无聊 表现手法也无聊 好馅料太无聊 太学乏想法 那 为了 好玩一点有趣一点 让生活中多一点调味料 那多加一点东西进去呢 放个主题进去呢 那个主题可以带给出什么样的 口味联想 为什么不要把臭豆放到Vagel里面 为什么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要把 卤味 加到Vagel里面 对啊 以这样的思维 然后去 为自己工作 也做的比较有趣 对啊 那工作的这个本身 这个阶段性 就是还是会有那个焦虑的时候 因为你不确定哪一些人他真的能够懂得你的 这个把更多的元素放进去 他觉得吃就是吃 吃就是 让自己吃饱 然后吃的美味 然后把这些主题放进去 对他而言就是 一个 你说其实对你而言 这是很接地气 很落地的东西 可是他对他们而言是 不理解的东西 你有花力气去 跟这些人沟通吗 不用啊 哈哈哈哈 你 不会 满足到每一个人 是 有人会认同你 嗯 那我觉得照顾那些人就好了 你说不认同那 他们也会买餐品 那所以我觉得餐品力很重要 嗯 你就是 好吃 他们也会买啊 你说他们是因为其他东西吗 没有其实回到本身 餐品力还是要够 你讲那些琵琶的东西 他们其实 最主要还是要买来吃 那你吃一定要肯定是好吃 那只是 那些东西是附加的 是 对你让这个东西的 价值 不是CP值 你的价值提高了 不是CP值提高了 嗯 我觉得那种东西 那你说不认不认同 没关系你可以不认同 嗯 我觉得他们不会 没有人会不认同 说真的反对 哦我觉得你说的错了 你不需要这样 他们顶多就是 忽略到那一块 那我回到产品 没有这口味看起来好好吃 这口味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我需要回多 对啊 其实你说有坏出 我觉得倒是不会有坏出 而且其实你本身做的 也会比较有 动力 嗯 本来这个东西是你一个人的 对不对 可是这个品牌 你可能就是 会觉得 认同这个品牌的人 也许他都可以 加入到你 然后为自己 工作 对不对 是 那什么样的人就是 当时你 真的 自己一个人做做做 然后后来你发现说 不行喔 我得要找人来跟我一起做 然后 后来变出另外两个人 然后就真的加入你的团队 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时机 你觉得 你把他们找进来 我做不来的时机 哈哈哈 因为 我这个人是 比较偏向 每一次都想要 顶出不一样的 天花板 我这个月可以做 三千颗 下个月是不是可以做 我说以量产的角度来讲 那当然是这样 可是 呃 因为那就是人力活 嗯哼 所以你一个人真的做得来吗 做不来 那 是不是需要 不帮加入 需要 那就去找吧 那对他们说最大的优因就是钱 哈哈哈 我可以给出你 在 一般工作 你现在领的薪水还好多的钱 那ok啊 那彼此都有利益的 符合 那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也可以 比如说 他们 有一个对餐饮非常料的兴趣 那我说那 呃 里面馅料跟 想法 你去做 你去配 你也不需要我这样说 这个月要做什么 你就照这样做就好了 我觉得那会压抑他到 他本身的 想法跟技能 ok 我的做事方式 比较像是这样 对啊 但不是说每个人就是能够跟你 对到品 嗯 那我觉得也没关系 我就放宽心看这件事情 其实 很多事情就是也不用说 我一定要 往这方向走 然后你一定要跟着 如日元分 对啊 你是那个会回头过去看自己做对了什么事情的人吗 就比如说像你 既然这个 Bagel 然后可以 当时就是养了两个人 而且是用钱把他们又引进来的 对 然后 像这样子就说把这个主题加进去 然后其实 你去观察你的客人 你发现 北部的客人有比较多一点 对不对 但是 但是 你还是会希望有更多的人 就是比如说 也许他们只是没有机会接触到 所以在行销这个方面 你以后会 特别去做一点什么 然后让整个台湾都知道 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为自己工作 然后让工作就是 有一些趣味性啊或什么的 然后 是真正在生活 有一些就是不要只是为了赚钱 然后牺牲自己的生活 你真的完全不想过那种生活 我是不希望 但我觉得会有一些孤渡期 是 每一个人都肯定是这样 但我觉得那份 憧憬 那份 想要 那份 白日梦是一定要在的 我觉得我只能这样鼓励大家 因为说实在话 如果你那些东西都抹灭 你真的就是生活中 所以你要嘛去找点乐子 真的就是去找点乐子 要嘛就是 换个角度 换个思维 去看待你现在生活上遇到的事情 对 可能有人说 帮 就是我去交战 加油 我就不要就是交战加油 就是一个 可能就是很不动工 没有啊 有些人是 换个角度想 没有我就是在帮别人加油 我就是在帮助别人 所以那份工作 他也可以做得很开心 我觉得 换一个 思维去看 不是换一个角度 切去看 你可以看到 比较不一样的世界 但首先你要说 说服自己 而不是骗自己 在创业的这个过程 所谓的创业就是真的把这个品牌做起来的这个 这一条路上面 其实最大的一个需要去沟通的 不会是跟事情沟通 事情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是跟人之间的 你会发现说 大家各自有想法 那时候比如说 你 其实品牌已经发展出来了 你中间中断印言 对啊 那个时候需要去跟谁 讲说不好意思 应该就是你的两个伙伴吧 跟他们讲说不好意思 中断一下 我要出去念书 他们的反应是如何 他们也很支持 OK 除了跟头发你还要跟你客人 是 我觉得很重要 那是你对客人的一个交代 那我觉得 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理解 但大部分所有人都是理解 因为说实在话 那就是 还有一个人的选择 那他们看到你这样 说明他们对自己的未来 也会有点鼓舞啊 OK 对啊 就是 当然有所交代也是 为了我自己 嗯 不是说为了他们 嗯 因为 我只是认为 他们是 在那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责任 嗯 对 所以是对我的自己来说 那对伙伴们 你知道也都还好 我觉得 你还年轻都去看看 为何不 为何不 世界这么大 嗯 如果你不要去多看看 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思维 我是 不一样想法 加进去这个品牌 也不一定是这个品牌 你的人生的生活 比较重要 是 对啊 你去过哪些国家 也没有去过很多啊 但主要待比较长的国家 一年或一年多的 就是日本跟加拿大 就是一个中意的 一个东意的西洋 这两个国家给你的感觉 主要是那边生活 我就先不问旅游 因为我觉得旅游跟生活是 完全两码子的事情 OK 完全两码子的事情 所以其实说 旅游的话 我就先不谈 你说这两个国家生活 来讲 有很多 蛮不一样的吧 包括 那个 国家的文化 之上生活 物价水平 跟 态度 每个人对于 生活的态度 两个国家是很不一样的 就像 加拿大 就如大家想 想的那样 欧美确实就是 比较 chill 就是 没关系 我们人生不用 不用陈大师 我只要好好想做 一天可能工作就是五六小时 之类的 就是 我也没有要干嘛 我就是享受生活 享受阳光 我也可以就是发呆 发呆的一个夏日 对啊 没关系我就 没事在家里租菜 他不会给自己这么多压力 但相对来讲 东方国家的就是 可能因为竞争力还有 所有的文化 给他们 类似台湾 我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必须要 我必须一定要去 学历不管也好 就出国我也学历 我也要回来找工作 更好的工作 成绩 就是那样 所以其实 蛮不一样的 然后生活水平也不一样 你可以光看一个国家的 超市或市场 我自己认为 就可以观察 或是 图书馆美术馆 博物馆 这些东西就可以看出 这国家的水平 我说文化水平 OK 跟消费者的 物价连税 那就很不一样 可是我觉得 论台湾来讲 这块确实是 缺乏 是 因为可能 我个人认为是 历史不够长 如果台湾的历史 再长一点 那台湾的 文化 因为现在就是 太多元 必须在聚焦 在某个地方 发光发热 如果是你把多元这方面的文化继续起来 但确实就是 就历史 时间长一点 那这个国家个性就会更明确 我想回到那个为自己工作这件事情后 因为其实我们从头到尾的核心都在这个地方上 那那个时候 你跟家里的人 第一次讲说 不好意思 我书 先中断 你那时候是念工业设计 对不对 然后想要出去 然后到第二次 你的品牌已经发展出来了 不好意思 我要中断 然后 心里面就家里的这个人 对你的这个支持跟认同 两次有没有就是 你觉得有所不同 还蛮大不一样 OK 就是 我还蛮支持大家 跟 父母 冲撞 这样讲很不好 但我觉得 当初 就是因为 父母不想要让你走 他们自己的道路 他们认为学历很重要 他们认为 你走这个路 你未来的 他们其实为你好 就是 很简单 就是为 可是所谓为你好 真的是为你好 我是打算一个问号 因为那是不对你们来说 你们的好 那我觉得很多 小孩 因为 伦理 孝顺 等等之类 我觉得 他缺乏跟父母的沟通 那个沟通 是真的 我们是平等的沟通 而不是因为你是我妈妈 你是我爸爸 所以我就要降低的角色 我觉得 你就是很明确讲出你自己的想法 找他们讨论 而他们也要在学 他们也是在学习 他们跟小孩 冲上说 他们也在学习怎么当父母 所以其实他们会得到的 可能更多是 喔 我是不是 这个思维已经落伍了 那 其实回到本质 为你自己工作 也很简单来讲 这是你的人生 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控你的人生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其实 为你自己工作的同时 就是你在为你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对啊 所以其实 当初可能非常的 反对 那到第二次 我还想再出国看看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很 其实他们就 后来就是有点放痒 但我觉得那样是很好的 你让小孩长出你自己 原本应该有 小孩的模样 然后就是一个复刻 就是一直在复刻 前面的路 是 是 OK 讲一下我们所谓的那个落地的地方 本来我们这个东西就是 不管是一人还是两人三人 然后 那他需要的这个空间 如果说这个品牌被看到 然后 你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可以让大家 比如说你本来是有想说要开咖啡店 最早最早就觉得 不然我就来开个咖啡店 跟一个咖啡店如果要跟别人不一样的话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感 什么样的 稍微讲一下 大概是一个那种 复合式的 我觉得他不会定义叫一个 咖啡店 或是一个面包 就是风味的 是 因为他可能是创造生活的店 是 他可能是一个 让大家都有办法在那个地方 空间 制造欢笑的 一个空间 交流 就是 以空间设计的 想法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代表 大家可以坐在那边 我随手都有东西吃 他可以聊天 他可以 每个跟不同产业的人进来 我可以从中说不一样的思维 那他是一个可以放松 或者他是一个归属感 的一个空间吧 你觉得空间小大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当然 空间 对我来说越大越好 我们先不管其他限制来讲 就住进了 成本 我是觉得越大越好 因为可以聚集越多 OK 讲一下就是 你的这些客人 给你最大的这个 有 反馈吧 有到那个让你感动的程度的 这样的客人 很多 说实在话 可能是 我觉得我自己也比较走情 情感那方面的 东西 你都自己的感触来比较多 其实说实在话 你是用心的 你对这个产品用 你对这个品牌是用心的 你是用心 客人就是用心的 是 所以你说我越奥品 你会很觉得完全 因为你很真心的对待客人 那客人 也会很真心的看到 是 他们也会觉得 我得到的一点是什么 我就告诉你 所以其实 我觉得 很多人会来找我说心里话 就是 我可能发展上问题 我之后要去来发展 或是 上面自己来带给我什么 除了吃不要的东西 他感受到 就那些东西都是对 我的一些鼓舞吧 我觉得不外乎 创业者 对他们来讲 动力来源 肯定是这些东西 回馈 你做的东西 是被人看到 然后 被人觉得是有价值 那 那就是会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善的选法 对 对 但我觉得说实在话 就是 论到商业本质 是 未来真的要在创出新高度的话 很多东西是必须舍弃的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 是 必须要坚持 OK 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你这次回来啊 你这次回来是 多久以前的事 一个月内的事 OK 你这次回来 你对于三明治自己来 其实你的想法 要不要 继续用这个名字 你也没有太多的 这个坚持 也许 换一个名称 对你而言 他就是 要更好地去表达 你想要跟 周边的人 去跟他们沟通 一点什么 然后让他们更认同 自己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会用 赋白的方式 如果真的要走 因为毕竟 这块你就了解 所以其实 想从这块出发 应该是怎么讲 那多少都会有关 你要 怎么讲关联 我觉得那就是 你怎么 要去串街而已 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会有关联 说实在话 什么东西都有 都有可能发生关联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三明治自己来的 创办人 张雨洁 阿珊 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讲 还是回到 就是 如果说现在让你讲一下 就是三明治自己来 把那个三明治 你还是会维持住那个三明治 而不是讲成 bagel 因为 其实很重要的 这里面还是 有一个想象力的问题 这刚好也是一个话题 你说你叫三明治自己来 你不卖三明治 卖 bagel 为什么 最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OK 非常有意思 好 再次谢谢阿珊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你 谢谢 谢谢